昨天比比推薦310 尤其是因為有人問一些收息股 所以比比說不如買310 他就問Rabby 有沒有相關建議 我想都是需要穩陣 又有增長 又去收息 等不等到2800 如果兩者2800 當然了,營賦基金就直接跟著恆子 但是你說說息其實又不是真的非常高 還有恆子來說始終現在的走勢都不是說真的特別強著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相比一些比較特別的題材 例如你提到310 這些可能真的高息的一些掌股來說 其實吸引性是有的 因為看它的息率其實都有7厘 其實是值得去慢慢考慮 但是這些是真的要分階段買 因為始終ETF 特別如果你這些牽涉到個別主題 而且又沒有任何槓桿成分 如果你真的看好個別的前景 其實不怕慢慢去存 這個就反而是真的會穩陣一些的做法 就是不要說覺得連ETF都要一注六夜 買完就覺得升 我想ETF就很少可以拿來這樣炒 真的變相是這樣 所以這隻我覺得挺同意 其實是ok的 慢慢分階段去買 考慮息、個人因素 算是一些比較穩陣一些的選擇先